实验室内研究员小心翼翼的进行实验 用肉眼挑出好的细胞 在进行移植手术 不只繁琐也消耗时间和人力 它可以及时监测 你可以看到说它是一个有电位 透过电脑它可以来看说 这个细胞健不健康 甚至说未来的应用可能可以蛮广的 过去黄斑布并变的治疗并不容易 在做培养时假设一开始要做100个 但在细胞每一次分化的过程中 会逐步淘汰品质不佳的 最终能够使用的细胞株 可能只剩下3到5个 而且还要仰赖大量人工 要成功移植到患者的眼睛里 恐怕要等超过一年 这个晶片主要是要呈现的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细胞 每个培养品下面 都能有一个感测的晶片 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每个培养品 去做即时的检测 那我们就不需要再有这个显微镜 来每次都把这个培养品 放到我们的显微镜下面去做观测 将细胞滴在IPSC 生医检测晶片上 可以直接透过大数据 将好品质的细胞形态输入电脑 让AI挑选适合的细胞株 不但省人力也缩短时间 还标准化 如果说这个机器能够把那一个区域 协助我们更精准的找出来之后 又能把它筛选出来 就像用手一样把它挑出来的话 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说 能够协助减少人工的耗时费力 还有一些精细的动作 大概就是一年是三个案例 那每一个案例的话 至少都是5000万日币起跳 为什么要这么久 因为你要进入到人体的这一个治疗 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程序 所以他们要花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去检验每一个细胞的一个品质 未来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整个治疗 看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去降到 100万日币或是更低 看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达到1000个 那一个治疗这样的一个案例 阳明交大和台北荣总跨领域合作 利用台积电技术制造的 IPSC生医检测芯片 替代人工辨别更精准快速 目标是要让更多的人 可以得到治疗重见光明 老年性黄斑部病变 在台湾50岁以上的人口发生率 大概是12%到15% 而其中又有2%到3%的人会严重的恶化 也就是台湾老年人口 他们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旦透过晶片 成功取得合适的 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后 就能完成治疗黄斑部病变的移植手术 未来这样的一个机制 就是说透过一个这种 细胞检测芯片的一个方式 它提供一个即时的一个资讯 这些提供即时的一个资讯的话 对我们在判读整个细胞的品质 可以提供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也因为它不是一个破坏性的检测 所以只要这个细胞品质是好的话 它就可以继续往下走分化 然后提供给医疗团队 目前的这个晶片已经Prototype 我们已经做出来第一代 原本它的辨别度 是大概50micron meter 大概一个细胞大概10micron meter 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做到2到5micron 目前预计平台在明年暑假可以上线 而半导体晶片技术 又是台湾的优势 因此研究团队也将持续改良 以便在医学上更灵活应用 让益珠在晶片里面 可以透过1瓦的力量来驱动它 也就是我们不用再拿这个 像这种东西去慢慢去滴水滴的部分 然后我们也不用透过什么维邦谱 就是传统上说维邦谱那些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用电子的方式 去移动我们的益珠 未来也有望导入 数位围流体技术做结合 完成自动化 一旦成功量产 在医学上的帮助值得期待 TVB的新闻 六月华和将 夏丹词台北新直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